1998年,刘鸾雄前闷遭殃,后院失火 两年前,刘鸾雄的华人置业通过大决出售旗下地产 分拆爱美高中国上市等动作,大量掏现 他捂着钱袋,平稳地度过了亚洲金融危机 准备在风浪见吻时大干一场 谁知,刚刚买下九龙一块地皮,准备进军房地产 他的工地上就不断有地头蛇来骚扰 那几年,大流身边阴阴艳艳一大群 李嘉欣,蔡少芬,关真林,袁杰银,个个都是圈内一等一的美人 刘鸾雄情场商场两得意,目中无人 让手下待人把来搞事的地皮暴打一顿 这下捅了马蜂窝,分分钟有人叫他做人 原来地头蛇是胡须勇的人 胡须勇派几千小弟过来团团围住刘鸾雄的工地 不闹事,不找茬,但也不让开工 刘鸾雄这个楼盘早就预售出去了 一旦无法按工期交楼,他将面临巨额损失 情况危急,情急之下 他想到了一个人,香港地下皇帝,14K大佬洪汉义 洪汉义和胡须勇都是14K的堂主 由他出面或许还有一线生机 刘鸾雄通过层层关系传话过去 表示愿意花2000万请洪汉义帮忙摆平这件事 洪汉义的回复很快就来了 可以,但这2000万要关之林一个人带过来 彼时,关之林是美国著名杂志 People评出的全球最美丽的50人之一 也是封鸾全亚洲的13亿 没有男人不垂涎他的美貌 关键是,刘鸾雄为了李嘉欣已经和他分手了 左右为难的刘鸾雄硬着头皮打电话给关之林请他帮忙 明知对方是洪汉义 为了过去的金主爸爸刘鸾雄 关之林会去吗? 如果你知道洪汉义是什么人 你就会知道被点名的关之林没有选择 东方黑道前有上海的杜月笙 后有香港的洪汉义 他的名头大得足以让你倒吸一口凉气 洪汉义巅峰时期日入过亿 娶了四个老婆还有八个女友 门下小弟过百万 然而到了晚年 这位香港14K大佬改邪归正 奉耶稣之名 四处步道传福音 虽说远不必从前风光 但现在的他 比叱咤风云时平静祥和 1948年出生的潮汕人洪汉义 有一个当军阀的老爹 却度过了不堪回首的童年 他的童年时代面临家国的巨大变革 他经常眼睁睁地看着 那成为失败者的前军阀父亲 在被暴打一顿之后 瘫倒在地 烧红的烙铁冒着青烟直直烫上去 那是关乎信仰的斗争 因此 洪汉义长大后特别痛恨信仰 一个深夜 洪汉义的父亲 趁着夜色逃走 经过水路偷渡到了对岸 洪汉义成了没爹的孩子 为了保护自己 他特别狠 一身野性 性格暴裂 11岁那年 在香港张文角的洪富 回头来接他们过去 洪汉义到了香港 也没有好好学习 他很快就被学校开除 终日在街头游荡 最终败入14K大傻门下 50年代的黑社会和现在不同 第二次世界大战刚打完 全世界都很乱 当时世界是由黑社会控制的 欧洲有黑手党 亚洲有我们的14K 当时在香港 所有的高官和便衣 都是我的小弟 听说洪汉义败了码头 他的父亲 他的父亲非但没有阻止 还亲自去找大傻 请大哥好好照顾这个儿子 这位前军阀对洪汉义说 我有九个儿子 你死了我最多难过三年 但是你如果脱摔我 我难过一辈子 记住你要讲义气 你如果出卖兄弟我打死你 在这奇葩的家教下 洪汉义毫无后顾之忧 一心诚勇斗狠 他告诉自己必须做大做强 洪富觉得儿子有自己的基因 也是个混世界的人才 于是他专门传授洪汉义 我是带兵打仗的人 要懂得部署 不然会死得很惨 你是我的儿子 黑帮里的人眼光短浅 都是亡命之徒 你要用脑 亏得这邪门老爹的提点 十五六岁的洪汉义爬得很快 他爱动脑子点子多 人年轻人打起来不要命 大傻将他奉为军师 在大傻的提点下 洪汉义十八岁时就已经有两千小弟 他狠辣的作风江湖闻名 后来他说 那时候我觉得自己的性格太可怕了 一生气就控制不住 以我的脑筋 如果继续在黑社会混 我会变成杀人魔 所以我就想不如找个生意做吧 这个生意是什么 贩毒 出于不能交坏小朋友的考虑 洪汉义和他的手下 如何打通渠道 如何为了达到目的 不择手段 我们按下布表 只说一个细节 那时候每天晚上 会有大概十个小弟 把搞到的钱 从各个地方带过来汇总 然后数到早上银行开门才能点心 点完就拿去存起来 洪汉义是最早和金三角搭上线的那批人 他的同行包括后来女明星 黎姿的公公马希如 晚年惨死狱中的 伯豪吴熙豪 以及《古惑仔》电影里 那些无数被砍死在 铜锣湾尖沙嘴 九龙城的 没能成名的混子 这种昧良心的钱 洪汉义挣了整整十年 成立廉镇公署 打击黑恶势力 大批涉黑人士 或被捕入狱 或逃到海外 只有洪汉义 哪儿都不去 天天在家数钱 搞毒之外 他又开始搞赌 巅峰时期 洪汉义控制了香港 澳门 菲律宾 泰国的多家赌场 是名副骑士的地下赌王 后来 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 洪汉义抓住了抢摊登陆的机会 建立了当时最大的网络赌场 有人问他为什么不逃 他两手一摊 我为什么要走 有很多的警察高官都是我的人 也因为没走 我很快就做大 成为香港最大的毒销 他作恶的范围 蔓延到正当产业 比如控制球赛 洪汉义拿钱收买欧洲黑帮 再有欧洲黑帮 来控制世界级球赛的输赢 这是他挣得最狠的行业 每周比赛完 他就有几亿的进账 多年后 洪汉义坦言 自己害人最多的就是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他如此风光 数不尽的财富 花不光的钱 洪汉义身边最高峰时有12个女人 个个貌美如花 灰金如土 洪汉义的钱来得太容易 不需要珍惜 除了12个女人 他还有百万小弟 一呼百应地动山摇 然而洪汉义本人 有严重的抑郁症 我总是觉得如果走对路 我应该会是个杰出的人 午夜梦回时 心狠手辣 如香港地下皇帝 洪汉义 也会有情绪波动 也会觉得内心不安 他看到太多的家庭 因为他婚姻失和 家庭破裂 打杂犯案 他觉得自己害了很多人 我很多年都不敢照镜子 很讨厌我自己 你怎么想得到 一个黑老大在夜晚 是在深深的悔忆中度过 他甚至失眠到想自杀 洪汉义脾气变得很差 动不动就想杀人 手下不敢看他 1983年 洪汉义终于被捕入狱 判刑13年 刘兰雄派人来找他求助时 他刚出狱不久 二 洪汉义没有想伤害关之林 那天 关之林果然一个人 带着钱如约而至 据说 那晚 关大美女和洪汉义 饮酒到天亮 第二天 刘兰雄派人来接关之林 关之林告诉他 你永远欠我 第二年 关之林就和男模 黄家诺恋爱 几乎完全退出娱乐圈 他再也没有和刘兰雄 扯上关系 而洪汉义 在很短的时间内 开了七家片文公司 其中包括香港最大的 迪斯科348 348的名字来源于地址 这家号称亚洲最大 最豪华的舞厅 位于香港油麻地 弥敦道348号 348开业那天 人头钻动 名流云集 小甜甜 公如心 成龙 杨寿成兄弟 杨寿海等等人物 都到场祝贺 刘兰雄在348 长包了两万港币一天的贵宾房 成龙是长客不说 贝克汉姆等欧美明星来港 348也是必选节目 2002年传奇歌王罗文去世 刘兰雄突然跳出来说 罗文晚景凄凉 是自己出资一百万资助罗文家人 罗文也曾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特别是他的老友邓光荣 那也是个惹不起的角色 大嘴巴刘兰雄说完这些 还一点眼力见都没有 带着人就去吊咽罗文 被邓光荣披头盖脸臭骂一顿赶了出去 刘兰雄一看又得罪人了 做生不如做熟 干脆再请洪汉义帮忙 洪汉义经关之灵一事 也和刘兰雄关系不错 他在348的市高摆下酒宴 请上邓光荣 一番江湖叙旧推杯幻展之下 惺惺相信 洪汉义看感情到位了 一个电话喊来大刘 大刘在诚恳赔礼 细节其中误会款取 洪汉义的一场酒 让两人捐弃前嫌 348里还有洪汉义 最重要的人生转折 有一天 348里来了几位牧师 洪汉义一生最恨信仰 他二话不说就要赶他们走 谁知牧师突然说 Teddy哥 我们小时候就听到你的名字 现在老了 还是听到你的名字 你那么的厉害 你希望死后 别人如何纪念你 这句普普通通的话 突然击中了洪汉义 本来就已经抑郁的他 大崩溃 黑道头子 嚎啕大哭 在我的生命里 哭是从来没有的事 小弟为感情事就眼泪 我都说 谁哭打谁 那天我突然大哭 不是小小声流眼泪 是大哭 哭完他还不信邪 当晚他买了一本圣经 手摸着圣经说 耶稣 如果你真的那么厉害 就让我睡个好觉 他被噩梦缠身已经多年 每个夜晚都在失眠焦虑中度过 那天晚上他竟然很快就睡着了 一觉到天亮 洪汉义呆了 他决定信教 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他信教以后 公司声音下滑厉害 从干什么都赚钱 变成了怎么搞都不赚钱 洪汉义又扔掉了圣经 可是没有圣经 失眠又开始困扰了 几次反复之后 洪汉义下定决心不再挣扎 关掉公司开始当牧师 不仅自己信 还要发展手下 作恶无数的小弟进来信教 他按照黑道审美布置教会 并且取名德胜 德胜教会灯光复利堂皇 隐音设备齐全 不知情的人还当这里是夜总会 我用15分钟奖金 其他时间都表演 就怕他们不来 他还提供手下工作机会 你知道出来的人最怕什么 他们怕找不到事做 做生意 没本钱 打工没人请 只好再干回老本行 这句话有道理啊 老莫如果不是因为这个 也不会去杀鱼 洪汉义给误入歧途的人扑后路 某种程度上 是为了救赎当初的自己 70岁那年 洪汉义因癌症去世 万事做尽的一代黑帮大佬 尽得了个全尸 已经算是他的福气了 好